继续跟各位说明 我刚才故意把主题把它设成无了 那同学喜欢你也可以用 只是我现在要自己设计 未来你自己可以更熟悉 那这边因为我们刚才有音乐 所以它这边会出现一个选项 这有时候同学遇到的 一段音频集合 它表示它以前有用过 那其实我建议现在把它删掉 我们让它变成没有 如何删除 点到它 点到它 进来我们的 点到它 同学你要小心 这个有点技巧 这样没有算点到 要再第二次 有出现这个符号 才代表是选到它了 选到它之后它的选单 它的选单 这边有多一排的选项 那你可以直接再滑左边一点点 左边有更多其他的功能 因为我现在翻译我要删掉 所以点这个删除 删除的选项 这个 你要选到什么 目前我们选到音乐 这一个物件 这个内容 删除它就不见了 好吗 如果你刚才有主听音乐 它还留住的 你要做这个动作 OK 好 所以这个请各位试看看 如果你有些东西不小心按到 你都要把它删掉的动作 好 那 刚才的照片的概念一样 假设我其中有一张照片 我不要 举例啦 好 嗯 点到其中一张 点到 这下面都有相关的功能 好 那我这一个不删 我只是跟你说明 你选到什么东西 做什么事 它的工具都会在下方呈现给你 好 那刚才的音乐 就是我刚才要表达的 那因为待会我要讲 真正的音乐要怎么制作 所以我先把刚才的删掉的动作 先跟各位介绍